这双淮靴呢 我真的觉得哇 设计出这双真的是 太会了吧 你穿上去是直接露出你最细的脚踝 甚至看起来比你 没有穿这双鞋的时候看起来还要细 Hi 大家好 我是Nancy 今天的影片呢 你看有多么的澎湃 因为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应该是我过去两个月的战利品们 11月呢刚好又有双11 然后接下来又会有Black Friday 我觉得我买的这些东西应该到 Black Friday应该也会有折扣 所以我到时候都会把 我还找得到连结的东西全部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来 然后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逛一逛 首先呢我们就先从包包开始 然后呢我非常非常 极力的推荐这一个 我在Farfetch上面找到的一个算是小众的品牌 那它的包包大概就是1万元以内 这个呢是一个意大利的品牌 然后我不太确定它的这个念法 我有没有念对它品牌叫做 Fearmore应该是这样念 那它这个品牌它比较特别就是 它们全部都是人造品 就是它是比较提倡环保的品牌 其实前一阵子就是BV不是推出那个云朵包 大概从去年开始就非常非常的流行 然后我始终都没有买它的原因 但是平时我就觉得它没有肩带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困扰 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出去的时候 大包小包然后你常常要拿这样子一个 很大的一个手拿包就觉得好像 有点麻烦 然后后来呢我在逛Farfetch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一个小众品牌 然后我觉得它的包型我就很喜欢 因为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那个BV 那个云朵包的概念 可是它上面是多了一点 就是这种Structure这样 在抓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很好抓 然后我如果想要帅气一点 就可以这样子捧着它 或者是想要当手拿包拿 我都觉得很好看 它这个包型就是也有mini的款式 然后也有大的 这个是比较大的 那它有不同各种不同的颜色 这包包防成袋就是用这种环保的这种帆布袋 就是你可以重复利用的 这个是里面是有附肩袋的 它里面也是会有一个这种Vegan leather 做成一个这种小卡夹 然后它就会告诉你说 它的包包是什么样子的材质 然后每买一个包包 它们都种一棵树 然后它们所有东西都是用可以回收的东西去做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提倡环保的一个品牌 还有一个这种就是很好搭配的这种性色 就是我觉得到夏天就算穿一个那种很飘逸的那种洋装拿 也会非常的好看 第二个包包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一个 好我必须说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Fendi的东西 因为我发现就是自从Kim Jones到Fendi之后 我就越来越喜欢它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它东西就不仅仅是变得再更年轻化一点 它的一些设计上然后实用性甚至配色什么 就是都很重我就对了 这个月我的结婚周年的礼物也是一个Fendi的包包 但是没有放在这里 我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另外这个呢 是我在My Teresa上面买的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有一个那个Dior的Book Tote 那Book Tote我真的觉得它实在是太方便 就自从我买了它之后 我几乎每一天上班都用它 就没有再换过其他的包包 像这种Tote Bag对我来说是最最最实用的 这种Tote Bag好处就是它开口很大 我外出其实会带蛮多东西 所以我需要一个大容量的包包 我觉得那个Dior Book Tote还是很好看 但是因为它是比较浅色 就是没有这么适合秋冬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有一个秋冬的这种Tote Bag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我就很喜欢 因为首先它的大小对我来说我的体型是OK的 是刚好的 然后呢我最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各种这种坨色 就是奶茶色 因为我觉得秋冬 然后这个颜色是我很喜欢的颜色 一眼就爱上 然后我很喜欢它用就是很多种不同的材质去评接 你看它有皮革 然后有这种有点像那种外套的那种材质 它里面也是就是有他们Fendi的logo 它就是比较秋冬感一点点的 它有附一个长杯袋 所以就是如果我真的东西太多 需要杯的时候也可以杯 这个呢是我在Materesa上面买的 然后它的定价是有比台湾再便宜一点 但是它进来台湾的时候还是要付关税 付了大概七千 所以呢大家可以评估一下 因为我不太确定Black Friday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有折扣 好然后呢再来先讲鞋子好了 我觉得鞋子呢就是我自己本人的一个特殊癖好 我手上这双高跟鞋呢品牌是Stuart Wiseman 它算是在名牌的高跟鞋中没有到这么贵的品牌 但是它不管是在鞋子的炫头跟跟的设计 然后还有它的舒适度都就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像它的那个5050靴 就是我有平底的我也有一双高跟的 然后我有另外一双黑色漆皮的尖头高跟鞋 那双高跟鞋陪我去过各大活动 就是它真的就是买的非常的值得 那我后来呢我就觉得我想要有一双最最最最最基本的这种 两条线的这种高跟鞋 那因为其实像这种高跟鞋老实说非常非常多品牌都有出 为什么要买Stuart Wiseman呢 是因为它这双的跟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老实说它不好穿也不好走 因为它实在是太高了 但是我并不在乎 因为呢我会穿上这样子这么高的高跟鞋的时候 我就是要撑出那个气场 我就是要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就是要 比例就是要比别人好看 所以呢对我来说高跟鞋我并不在乎它 舒不舒服我只在乎它穿起来好不好看 对那当然Stuart Wiseman 他们其实同样这个鞋型 他们有做跟比较矮的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想要推荐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女生的鞋柜里面 应该都要有一双像这样子的裸色 然后很简单的线条的高跟鞋 因为它绝对是会让你穿起来比例最好最好的一双高跟鞋 好然后呢再来另外一双呢是 比较实穿型的就是 Sea by Chloe的这个Winter Boots 那其实今年呢流行的削款都是比较像这一种 就是比较像我20年前就是安氏奈梅会那个时代 在流行就是这种粗跟 然后前面有一点点这种锯齿型嘛 这叫锯齿型嘛 那今年像这样子的鞋子又回来了 那各大品牌其实都有出 自己很喜欢Sea by Chloe的这一双是因为 它的颜色跟它的一些细节的小设计我很喜欢 你可以随便配一个什么牛仔短裤啊 就会非常好看或者是甚至你配那种小碎花的那种洋装 就会很波西米亚 所以它这个款式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百搭的 上面就是有一个他们的这种 有点仿旧古铜的一个小设计的拉环这样 那这双鞋呢我真的必须说我自己有一点点蠢 因为呢我就是觉得它太好看 然后我硬买了它 它是35号 我脚大概是35半 所以我通常靴子我都会买到36 但是它还是可以穿啦 所以我觉得就是今年秋冬我还是可以 再穿它一下 然后这双是在Revolve上面买的 带来这一双呢 是我去参加品牌活动的时候 带回家的战利品 那这品牌呢是来自米兰的 Gianvito Rossi 可能大家都有听过Sergio Rossi 那Gianvito Rossi就是Sergio Rossi的儿子 他们虽然是父子俩 但他们其实品牌设计的感觉是蛮不同的 那我觉得Gianvito Rossi是稍微再年轻一点点 但是他们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非常注重 女性穿上去之后要呈现出最好的比例 然后这双槐靴呢我真的觉得哇设计出这双真的是 太会了吧 前面做一个很深的一个V的挖下去的设计 所以你穿上去是直接露出你最细的脚踝 甚至看起来比你原本就是没有穿这双鞋的时候看起来还要细 然后我很喜欢他侧面的这个设计 因为他侧面是一个很美的这种弧形 就是顺着你的脚踝的这种线条 然后一个延伸的感觉 这双真的是艺术品来的非常非常的美 像这样子的一双黑色的槐靴 对我来说是非常实搭的一个单品 在进入衣服之前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个配件 这个呢就是mewmew的复古感的墨镜 这一季流行的墨镜都是比较有点点小方框一点的 mewmew的这一支我就是觉得他就是蛮简单的设计 他没有过多华丽的设计 但是他就是很到位 他有做到那种就是有点点小复古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 然后这个也是在revolve上面买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衣服类了 111的时候在farfetch他们就是有折扣 然后我就买了一些小孩的衣服这样 这三件是我买给小可送的 然后我都是买两岁 但目前看起来是大概是差不多可以 但是这一件呢他明明写六岁 因为我是要买给tristan 结果他超小件 他大概只能四岁的孩子穿吧 还好因为我们家两个儿子 所以tristan不能常常是可以给sax 所以但是大家就是在买小孩的衣服的时候 我会建议如果你不确定你就买稍微大一号 因为大一号他就是总有一天就是可以穿得上 但是买太小就会浪费这样 ok好然后再来呢我就要来介绍几件 我自己买了非常喜欢的衣服 首先呢这一件呢是revolve上面买的 然后品牌是lovers and friends 他的单价其实不到很贵 像这件洋装他原价好像差不多3000多 可是他这时候打折的时候我买好像不到1000块 那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有设计感的一个针织洋装 因为你看他这边他的那个镂空是做有点线条感 然后就觉得像这样子的洋装 然后在秋冬配一个皮外套 然后配一个长靴就会非常的好看 然后revolve呢还有我很推荐的就是son of style的衣服版型 非常非常适合东方人 因为almison他就是韩国人嘛 所以我觉得他做出来的版型都蛮适合东方人的身型的 这个皮裤呢他的版型是比较有点像是老爷裤 这是高腰的老爷裤 然后我觉得今年秋冬其实也很流行像这样子的版型 因为今年据说 虽然我觉得我还是会穿 据说就是比较没有这么流行那种很紧身的那种窄管裤 其实今年比较流行的是有点比较宽松的喇叭啊 或者是像这种就是有点像老爷裤的版型 那这一件呢我就觉得秋冬的时候你可以上半身就配个那种景深的针织高领 就会非常的好看 然后配双尖头高跟鞋 哇 好看到不行 这也是son of style的 然后这一件呢是因为他们其实之前品牌有出 几乎是同样的版型 然后但是是比较夏日款的 然后那一件衣服因为我也有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很喜欢他的版型 所以他们后来出了这一个算是比较秋天的纹路的我就又入手了他 然后他有一个配的就是同样花纹的裙子 但是我只有入手这个上衣 是因为我觉得他这上衣其实配白色的宽裤就会非常的好看 虽然他感觉好像比较不是秋冬的衣服 可是其实你看我这样搭配 然后你外面配一个驼色的大衣也是非常秋冬感 而且很高级 因为他的颜色就是配的非常的好看 再来呢我在Revolve上面呢也入手了一套舒服的家居服 但因为你知道吗我本人其实平常穿的家居服都是属于 就是那种细肩带 然后比较清凉一点的 但是因为我就是接下来就是会有跟朋友一起要出游的一些计划 我就觉得我好像需要一套稍微保守一点点的睡衣这样 然后这个牌子的料子很舒服 就是我个人觉得买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 我买的这个是XS号 但是其实我觉得睡衣我通常喜欢再宽松一点点 其实S号应该也可以这样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最后最后压轴的呢就是Fendi的这一个跟Kim Kardashian的联名的系列 如果你有follow我的Instagram应该已经在Instagram上面看到我为他拍了一组非常厉害的大片 那这个是Kim Kardashian跟Fendi他们推出的联名 这个是他们的内衣裤系列 但是他们也有外衣这样 那Kim Kardashian的这个品牌Skim 它主要就是做塑身相关的衣物 然后又做内睡衣啊什么等等的 但他厉害的就是他们有出各种不同形状 镂空各种不同部位的塑身衣 所以你今天不管穿上什么样的衣服 都可以在Skim找到合适的一款就是塑身衣这样 那他们这一次跟Fendi联名就是他们有推出这个算是内搭吧 他的材质其实不太像是一般的内衣 他其实是非常有弹性 甚至摸起来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泳衣那种感觉的材质这样 现在官网上已经都卖完了 但是我相信应该可能一些国外的电商啊 或者是可能代购应该都找得到 网路上贩售是一组这样子贩售的 其实就是像一个那种我们平常在穿的那种bra top 但是他没有称点 就是你可以把它搭在衣服里面 然后外面搭一个衬衫啊或是什么 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裤子呢它是做有点像是四角 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拿来当做安全裤啊 你硬生生就是比别人就是好看跟高级很多这样 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 最后最后我就很快带到的就是APM Monaco的饰品 这边呢就是有一系列就是玫瑰金的系列 因为我自己本人非常爱玫瑰金 然后像这一个系列 其实大家应该看过我带了它很多次了 它这个不是新的 我只是想说可以拿来跟大家一起同时分享 然后它也有出手链啊 然后耳环 然后这个耳环呢你看我觉得我真的是 创意小天才这样 因为它原本是这样小小的这样 有时候我想要比较华丽感 我就把一副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我这边其实是两副同样的耳环这样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很日常可以佩戴这种小圆圈圈的耳环 另外要特别说的呢就是这一个比较度假的系列 他们品牌自己寄给我的 那我就觉得我每次看到这种土耳其石啊 我都会想到希腊 然后它下面这一个就是很像 有一点很像眼睛的感觉东西 就是也是我那时候去希腊会一直看到的元素 所以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 就是希望可以赶快有朝一日可以去度假这样子 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我近期的战利品开箱 最后呢就是祝大家Black Friday 都可以买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 还可以买到很好的价钱 OK那就先这样子 拜拜